到目前尼泊尔镇中库尔喀县的幸存者们 还并没有完全从伤痛当中完全恢复 不过他们已经开始努力重建家园 库尔喀县距离首都加达满都75公里 是此次大地震的镇中 当地房屋在地震中损毁情况严重 到处一片狼藉 灾难过后 幸存的人们还没有能够从痛失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 虽然痛是亲人 但库尔喀的居民没有绝望 目前不少当地居民已经开始着手重建家园 当地政府发言人表示 政府派出的直升机已经飞碟库尔喀县的偏远山村 并投放帐篷、食品、药品等急缺物资 政府将近最大努力为受灾民众提供救援 并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在这里的电影里发言人们还没有绝望 在这里的电影里发言人们还没有绝望